各位媒體先生女士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抱著一種很沉重的心情來到這裡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核電廠會出事 會發生大災難 其實都是一連串的 不管是人文的也好 機械人也好 一連串的事故 一連串的失誤 所造成的大事故 不管是山立島也好 不管是里島 不管是福島也好 都是因為這樣子而造成大事故 所以我們對任何一個小事故 我們都要非常的小心 要去解決它為什麼它會這樣發生 但是各位 今天合一場 難料到的把手斷了 那我們政府又怎麼樣處理 第一個 專業的問題 既然可以用政黨協商 各位 政黨協商呢 現在是全民公敵 他除了政策上 他說為了方便 所以政策上呢 他要政黨協商 現在搞到 連專業的東西 連專業的手把斷掉 他也可以正常協商 各位 這離不離譜啊 政策的東西已經被罵得一塌糊塗了 然後他專業的東西他竟然還敢啦 好啦我們明天叫他去協商說 看太陽可不可以從西邊出來啦 看他有沒有辦法這個人力啦 他竟然可以這樣做 這是非常離譜的一件事情 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提出質疑的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 這個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在這個 合一廠的燃料棒的時候 把斷掉呢 這個是哪個 合一廠的燃料棒是哪一個公司承包的 是阿里巴嘛 華國的阿里巴嘛 結果 他要來探討這個原因 他找的是誰 一樣找華國的阿里巴來做啦 把市民搞砸的人叫他來調查原因啦 各位 這樣合不合理 今天如果說一個飛機 波音的飛機門掉下來以後 那 我們的會安 會安管理委員會去找波音來調查說 為什麼這個門會掉下來 各位 這樣的調查報告 你們會相信嗎 不相信 所以 我們第一要求 第一要求 核一廠要重啟 要重啟 要重啟化電 必須要公明透明 公開透明 讓全國人民來檢視 他是不是 已經把 他的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 我們要求 阿里巴 退出這個燃料棒 退出這個燃料棒 手把 手把 脫落的這個調查 該由 真正第三 公正單位 第三公正單位 來調查 這樣才合理吧 對不對 所以 我再強調一次 不管是 不管是 車頭堡 山里島 或是 湖島 都是一些小的 切屍 連續發生 造成一個 這麼大的災難 所以 我們每一個小切屍 我們都要很認真的來調查 他 絕對不容喜 他這樣復原鳥事 所以 我們今天來這裡 就是要讓你們知道 台灣人民 尤其選舉快要到了 台灣人民 不是那麼好欺負的啦 我們明年1月16號的選舉 我們就要讓他們好看啦 你們說對不對 對 所以 謝謝 各位朋友 還有我們在場的記者 先生 女士們 大家 跟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大家